为了农年节目 南投竹山子南宫 前大牌长龙 从去年排到今年 也成了一个跨年活动 排在第一个抢头箱的民众 来自台南连续来了九年 这一次更早 12月27号就来了 子南宫除了前母之外 还准备了4451颗金鸡蛋 象征事事如意 金鸡蛋装整栏 让牌前面的民众加码抽奖 金鸡蛋里面包了退换券 有机会兑换金戒指 现金项链等等 欢迎吗 好喜 因为这个戒指是 我们土地公土地婆 身上的金牌去打造的 所以这外面用钱买不到 总共只有五个而已 两钱就五个 所以今天就大概十万人 这十万人之五 农年的人气 使得前母排队人潮 比之前还多 不少人提前来 还搭帐篷过夜 简直变成了露营大会 为了消化人潮 紫南宫商寝附近的消防训练中心 开放让民众进入 避免人潮挤暴道路 前一天怕民众二招 把竹山著名的土产蜜番薯 通通搬了出来 不止前母人气旺 土地公的发财金也很惊人 借还金可是一整年 人潮络绎不绝 去年六亿再度创下了新高 发达新闻时中文中文报导 民生八方式 尽在一小时要订阅 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